韩丽定了定神 探出一只手掌朝内珠右草摸去 触碰到那仍是虚影 手下真实触摸的仍是内珠 已经成熟的万年灵药 韩丽沉吟片刻喃喃开口 先前石碑上出现的异象 也并非是被真实之眼 修补出了残缺的部分 而只不过是将石碑 过去完整时候的景象 重新显露了出来 既然只能对含有时间之力的物件 进行过去景象重现 而被那几样东西 应该也都有效的吧 说吧呀 韩丽手掌再次一翻动 身前虚空中光芒一闪 便浮现出了一个方形的碧绿的玉盒 他手掌一挥 玉盒应声打开 从里边飞出了一颗圆溜溜的灰色石球 正是那头形似巨人的 异兽太匪的独木眼珠子 韩丽摧动真实之眼 朝着那枚悬浮空中的独木注视 只见一直以来毫无异动的眼珠 在金光的沐浴下渐渐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表面突然迸发出一道道金光 化作一缕缕金色丝线 从中延伸而出 在半空中互相连接交错 构建成了一根根金色骨骼和巨人的框架 不多时啊 一具平躺在地面上的独木巨人的影像 就凭空浮现在密室之中了 只不过此兽的身形实在是太过巨大 半截身躯已经没入了密室另一侧的石壁之中 无法把全部的样貌复原出来 韩丽站起身来 丽在头颅这一端仔细打量片刻之后 才将真实之眼的视线收了回来 密室之内的巨大虚影随即消失不见 那独木巨人则依旧孤零零地悬浮在那里 韩丽口中尝出了一口气 挥手把独木收起来之后 掌心之中光芒一闪 又重新地取出了一物 却是一颗只有水滴大小的半透明的精粒 此精粒正是由掌天瓶中的绿叶凝聚而成 自然也是蕴含有时间之力的 韩丽的心神一动 不再以本来的双目去试物 而是透过那枚金色的树木朝着掌心中的精粒望去 只见淡金色的光芒从真实之眼中洒落而下 那枚精粒被笼罩其中 顿时释放出一阵刺目的白光来 一阵强烈的灵力波动从中荡漾开来 韩丽心头一紧啊 连忙一收手掌 不对 就想将那枚精粒收起来 可就在这时候一边抖声 只听到卡的一声轻响 那枚精粒竟然在光芒之中静止碎裂开来 不等韩丽反应过来 当中就有一道金色的丝线 如钢针一般飞射而出 静止越过韩丽 刺入了他身后针眼宝轮当中的那枚树木之中 韩丽只觉得身后的宝轮犹如遭受一记重击 连带他的身子也不由地向后一个亮枪 紧接着他就感到身后的宝轮 开始出现小幅度的震荡 一股股无形波动从中传递出来 韩丽心中一惊啊 连忙停止秘书的运转 将金色树木关闭了起来 然而真实之眼虽然关闭 但那道金丝带来的震荡却仍然在持续 韩丽心中一阵的犹豫 既不知该如何干预 又不敢贸然将宝轮收入体内 只得强迫自己静下心来 密切地观察着宝轮的变化 好在这种异常震荡 只持续了约梦一刻钟的功夫 真眼宝轮很快就重新稳定了下来 就在这时候 韩丽却是眉头一挑 脸上浮现出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发现宝轮之上赫然有一团白光凝聚 竟又化作了一团半透明的时间稻纹 第25团稻纹 韩丽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目光蓝光闪动 死死盯着真眼宝轮 将轮子上浮现的那些半透明的纹路 又仔细地数了一遍 发现宝轮上的时间稻纹 真的变做了25团 难道说 真实之眼 还有吸收时间之力的功能 只是不知 这增加的稻纹是临时的 还是永久的 若是后者 这实在太过匪夷所思了 可惜了 目前手上的精力只有这么一颗 想要再试一次 就得等下个月了 至于地化身那边 就姑且停上一段时日吧 韩丽按耐住心中的兴奋之情 单手一招 把真眼宝轮收回到体内 而后 他伸手探入胸前的衣袍之中 将悬挂在脖梗上的墨绿色的小瓶 取了出来 说起来啊 这自他修仙衣史 便伴随身侧之物 才是他身上蕴含时间之力最强 也是他最想弄清楚 来龙去脉的宝物了 韩丽把小瓶凑着眼前 双目盯着瓶身上的叶片状的花纹 眼中浮现出一抹凝重之色来 这掌天瓶不必他悟 是我身上最大的隐秘 也是我最为重要的宝贝 先前经历发生的变故 虽然没有造成不好的后果 可依然让我生出几分担忧来 万一 掌天瓶也出现了意外变故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思量再三之后 韩丽还是决定尝试一番 一来呢 他十分想弄清楚掌天瓶的来历 二来 他也不相信如此高阶的宝物 会轻易地受到损伤 拿定主意之后 韩丽将小瓶放在了身前地面上 催动真实之眼 一动视线朝着瓶身上望去 只见金色树木投射的淡金色光芒 洒落在墨绿小瓶之上 瓶身立即微微一颤 悠然地漂浮起来 悬在半空缓缓地转动 韩丽身子绷直 满脸紧张神色 透过真实之眼 一动不动地盯着小瓶 就在这个时候 小瓶内部似乎 一点米粒大小的白光亮起 将小瓶由内向外 映照得通透无比 映尘的瓶身上的叶片 都变得翠绿欲低 仿若实物一般 正当韩丽 以为要有虚影浮现的时候 这小瓶上的光芒 陡然转为墨绿色 就如同一道深邃的漩涡制的 直接将金色树木投射的光芒 吞噬了进去 韩丽吓了一跳啊 郑宇关闭树木 却发现小瓶也仅仅是由此反应 再没有其他变化 等了片刻之后 见仍然没有什么特别之事发生 韩丽暗暗松了口气 绿沉吟过后 幸好幸好 他体内仙灵力在意催动 将刚刚才浮现的那团道纹也激活了 只见二十五团道纹同时亮起 金色树木光芒重新一胜 再度投向了掌天平 结果这一次却发生了意外 只见墨绿小瓶表面光芒猛的一闪 先是将金色的光芒吞噬之后 接着又从瓶中反射出一道绿色的光线 直接扑向了金色树木 韩丽暗自心中一惊啊 那道绿色的光线看似不快 但他不知道为什么 竟有种无法阻止之感 结果绿色光线无声无息地落在了金色树木之上 将其染成了翠绿色 引得整个真眼宝伦一阵的狂颤 散发的金光开始扭曲模糊 竟有些不闻起来 似乎下一刻整个宝伦就要崩溃了似的 韩丽见此 连忙想要设法阻止宝伦 结果一番施法之后 面色却是一变 因为宝伦之中凭空生出一股吞噬之力 正拼命地抽取他体内的心灵力 源源不断 根本就无法停止下来 韩丽心中暗暗叫苦 但却不敢停止 这下可糟了 因为随着心灵力的不断灌注啊 宝伦震动的频率变得平缓下来 这让他心中微微一松 如此过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 直至韩丽体内的先灵力被吸收的整整三分之二 宝伦才缓缓地停下了震动 变得平静下来 表面的绿光也随之消散 此时真实之眼也被随之强行关闭了 韩丽松了口气 见宝伦和真实之眼并无大碍之后 才有些心有余悸地将真眼宝伦收入到体内 随后又连忙将小平抓回到手里 仔细检查了好几遍 确认没有任何损伤之后 才彻底地放下心来 韩丽摸索着手中的小平 苦笑了一声喃喃自语 看起来我一直都太小瞧你了 你没什么事 倒让我吃了个暗亏 不过等以后真实之眼有所提升之后 倒是可以再大胆尝试一下了 半赏之后 韩丽收起了小平 重新盘膝做好 双目一合 脑海中重新浮现出 秘境中的那块石碑的影像 三重真言画伦经口诀 依次记录其上 第一种口诀字不必说 韩丽早已经融会贯通 铭记于心了 他以神识仔细查看起 第二重和第三重功法来 想要试着从中找到答案 看看后边两重功法中 有没有记录着更多和真实之眼相关的内容 他这么一做呀 就是整整的七天七夜 水内天七夜 和服裤 三眼 遇见 呼吸